在这一边呢 它的replactive index n等于1.49 它叫你找它的critical angle 我们知道n等于1.si c 然后我的n是1.49等于1.si c 所以我的si c 会是等于1.49 so我在我的计算机这一边按ok 它1.49 我拿到的答案是0.6711 ok 0.6711 所以我的si 等于up sign 0.6711 然后我在我的计算机那一边按shift sign answer 我拿到的是42.15度 42.2度 ok 42.2度 ok 这就是它答案了 在这一边呢 我们知道它的critical angle是42.2度 所以当它大过42.2度的时候 它就会total internal reduction 就会完全反射 然后它垂直径的时候呢 它就会不会被转弯到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不会被转弯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它是90度 所以这边也是90度 这边45度 所以这个也是45度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是danser的 danser than air A 是less than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如果它小过42度的话 它就会出去了那个光 可是因为它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在这一边呢 我有normal 然后它是45度 所以它critical angle大过45度了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完全的被反射 d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就会变成这一边这样 d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45度 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是45度嘛 对不对 所以这边是45度 所以这边也是45度 然后同样的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条normal 然后这边是45度 然后45度 还是大过42度啊 所以它就 被折折出去 OK 它会被 它就出不去 它就d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然后这一边就45度 这一边也是45度 然后 我们刚刚整个大哥了 这个45度 这边是45度 所以这边90度 90度出去了 这就90度 所以我的这个符号是这样 这样 这样 OK 就是我们这一边的这个图 因为它大过 42.2度 所以它就会有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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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